一见到调剂员 小龙的母亲就哭了起来 这一时遇到什么了呢 就一个月了 结婚多长时间了 结婚不到两爷 结婚才两个月 就是为了点矛盾就走了 小龙的母亲表示 儿子小龙和儿媳妇小丽 在去年十月份举办了婚礼 没想到仅仅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儿媳妇小丽就回了娘家 小龙表示 结婚后不久 妻子小丽不幸流产 按照家乡习俗 妻子在坐完月子之后 就决定回娘家住几天 没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一睡吧了 我去叫她 第一次还没她 她父母也不为远用 都开始吵 不是要回来 你不叫她过来 她没有 你过来吗 她没过来 别生气 别生气 小龙的岳父和母亲一言不合就争吵起来 小龙的岳父岳母为什么会如此生气呢 小丽表示 结婚后不久 她就无法忍受丈夫一家的虐待 多次想逃回娘家 可是却遭到了丈夫的阻拦 这次她好不容易从婆家出去 说什么也不会再回去了